在那边 追 奇怪 这刘德昭和吴三桂的人 为什么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 如影随形 难道让我们之中有内奸 不可能啊 这些侍卫都是你亲自挑选的八旗子弟 我跟我哥哥也不可能是内奸 没有人了 希望如此吧 可能是他们派的安少太多了 一直在追踪我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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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出手了 娘娘 你居然会攻死我 当心 奴才已查看了竹林 没有发现敌人 好 知道了 奴才告退 老大 老大 你把船推走干吗呀 这你哥哥要是甩了追兵以后 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龙小弟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你说你把船放在这儿不推走 那敌人追上了 不就知道咱们在哪儿了吗 是 你会不会水啊 不会啊 我从小在皇宫里长大 从来没下过水 那你还当什么真龙天子啊 你当哈鸭子算了 这点我哥哥就比你强多 我哥哥不仅精通水性 他呀可以一口气憋在水里 好长时间都不浮上来的 可是你哥哥一个人会水 也没用啊 他还得护着满心 那怎么从河队上游过来 我哥哥怎么可能 带着丽萍娘娘下水啊 我哥可厉害了 他会很多本事 只要给他半个时辰 河边这些树木啊 就可以让他弄下来 做一个木筏 直接带着丽萍娘娘 就可以滑过来了 再说他过来以后看不到船 他也能想办法找到我呢 我哥哥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以前啊我还挺自负的 觉得自己是个文武全才 现在才知道 这世上人才太多 只是我很幸运 若你哥哥做了皇帝 未必比我差 容小弟 有些玩笑是开不得的 知道吗 这种玩笑别人开不得 我开个却无妨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 咱们赶紧进树林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吧 走 等一下 老大 你也太打惊小怪了 这只鸟就把你吓成这样 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吗 我怕有埋伏 你以为你真是龙啊 能腾云家雾啊 老说我武功差武功差 你武功比我差多了好吗 有埋伏 还挺多的 主子 你们先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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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王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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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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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那么重啊 重得跟猪似的 累死我了你 好险啊 你那些侍卫太没经验了吧 树林里有 有埋伏都不知道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走吧 龙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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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个笨蛋准时吸了毒烟了 龙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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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没事吧 老大 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 做什么梦了 我梦得有一个美人在亲我 不正经 一醒来就不正经 是不是 老大 我呼吸过了 你又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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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装的还是真的呀 我 你别吓我 龙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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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又骗我是不是啊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骗我没有没有 老大 我没有骗你 我是真的很难受 你 你再给我坐一下 你 你这次是装的还是真的呀 龙小天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龙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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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了 龙小天 他就在哪里 他在哪里 他把我扔了 你 他 classes 他在里面 你不是 他在哪里 真实众 你的偶像 他在成长 他们都不把我惊认她 您是 你看 留下来不肯随康熙走 都是为了我 其实你不用担心我 那些官兵对我来说 不过是蜻蜓养的 久能凡带 根本就奈何不了我 大师兄 若是放到平时 我自是不担心 可是这回 你从刘德昭的府上 救了孟祥河以后 连续恶战了几天几夜 都没有休息 万一 烧油闪失 出了意外怎么办 你还知道为我担心 可另一个人 只知道为别人担心 大师兄 你别伤心 小师妹不是不担心你 只是在他心中啊 你这个朱哥哥 是无所不能的大英雄 根本不需要他担心啊 我跟谁出所 宠死了 你说你吃那么多干嘛呀 你哪是龙啊 你就是一头猪 你才是猪呢 割到石子了 你 你干什么 要施君啊 你有没有良心 我累成这样 你在上面给我装昏迷啊 不是 我哪装昏迷了 我 我刚才是被你撞晕了 得了吧 你刚刚明明是醒的 不是 我本来真的是晕着的 你走路摇摇晃晃地把我给摇醒了 我正想下来的 这不知道你这叽叽咕咕说什么的 我就想听一下 没想到啊 你居然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被我发现了以后 你还行凶把我扔在地上 恶人先告状啊 行 我躲开行了吧 不不不 老大 老大 你 不是 你别生气啊 我请你吃好吃的还不行吗 不是 老大 这屁股坏了 我追不上 老大 不是 你别生气了 你听我说 我那时候 不是 老大 你搞了一些伤惨的女人 走开 快走 快走 二位 慢走啊 这都越来越走 九州饭堡 好幸福啊 不过 我大哥跟丽萍娘娘 不知道怎么样了 放心吧 以你大哥的本事啊 至少 保护她自己和丽萍 安全脱身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去哪儿找她们啊 零下整个山西都不安全 咱们只能顺着道了 往京城走 要是能在半路上遇见了 那当然最好 如果不行的话 就只能在京城碰面了 也只能如此了 嗯 零半走 快点啊 大师兄不是那儿 是这里 怎么了 大师兄 现在啊 你是大夫 我是伤者 治伤的时候 不用拒于男女之力 来 我们这一路上 自离了太远 就遭到吴三桂 留得着两路人马的追伤 实在是太蹊跷了 你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行踪 和计划了如指掌 对 我怀疑我们内部 出了奸细 很有可能 我估计 应该是康熙的侍卫里有内奸 多半是敖拜的党女 也可能是吴三桂的人 她在清廷当中 安插了不少的眼线 嗯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离剑康熙 和吴三桂的关系 让他们君臣内斗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知道欢妹 现在怎么样 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我去找点水 嗯 钱啊 老大 付账啊 我的钱都在你那儿呢 钱好像都掉在树林里了 二位 你们谁付账啊 不是 那个掌柜 我们呢 原本是有钱的 但是 但是 一不小心钱丢了 是不是啊 对对对 对对对 你 你怎么知道 赖账的都这么说 我见得多了 掌柜的 我没有想赖账 我们呢 只是途中遇到了一帮劫匪 然后我们 一会儿说遇上了劫匪 一会儿说丢了 他出来想混神 先把谎撒圆了再说 这 这真没撒谎 是谁撒谎了 这 这 真是成了凶仙豹子胆了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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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大 要不然你先把你那个金镯子拿出来 回头给你买几个玉 不不不不 不可能 这个金镯子是我另外一个兄弟 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那日在太原 帮你当了一袋粮食 后来有一天好不容易赎回来了 这才几天还没带热乎呢 不能给你 长官大 要不然这样 我们呢给你洗个欠条 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来 我给你送十倍 不对 我给你百倍 还十倍百倍 这混神的我见得多了 可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 你撒着谎小孩都不信 我真的没有撒谎 我家里真的很有钱 你别说十倍百倍了 千倍万倍我都给得起 掌柜 你醒醒好吧 好吧 回头这 真有重赏 还有重赏 我可等不及重赏了 我先省你 小儿 有 还有是霸王三的 谁 他们俩给我捆了 送衙门 站住 一般遇到这种情形 别跑 别让他跑了 别让他跑了 站住 hij 皇上 看他 哪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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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我堂堂大清皇帝 居然淪落到付不起范茄 还被市井小民追着满街跑 行不行啊 这才一会儿炸了十几下了 你嫌疚我啊 这还是我第一次拿针线呢 以前都没有过 这么说你是把第一次给我了 当然了 你堂堂大清皇帝 怎么能调戏梁家女子呢 我烦死我 别着急啊 笛子慢慢来 滴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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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这次回了宫以后 我一定要把这件衣服 好好地珍藏起来 至于吗 不就缝得差了一点吗 你还存起来 随时嘲笑我是吧 老大 我是跟你说认真的 我贵为天子 却被自己提拔的官员 追得如此狼狈 这次出去 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当 所以 我要收藏好这件衣服 好时刻提醒自己 做一个好皇帝 我要建立一套 行之有效 提拔监督官员的制度 这样 殿下才能太平 说得好 龙小弟 也不枉我昨天帮你缝衣服 照破手指了 老大 这个 我们待会儿去哪儿找吃的呀 据雷昨天咱们吃的 那个霸王餐 已经十二个时辰了 我前胸都贴后背了 放心吧 有老大在 绝不会让你饿肚子 走 老大 你要饿得很 你给我 老大 看到了吗 有一个富商啊 他母亲这个月过八十大寿 所以准备在这儿 十周半个月呢 老大 你不会让我去 去当教花子吧 不当教花子当什么 咱们俩去酒楼当大爷啊 之前那次是运气好能逃脱 就咱俩这三脚猫的功夫 打又打不过人家 身无分文 怎么逃啊 那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现在想要脸面 还是想要命啊 那 那还是要命吧 找着了 找着了 还好这边的百姓都不认识我 谁认识你啊 走吧 来 来 来 别挤 别挤 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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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挤 多有 挤什么挤 明明是你挤我了 我挤你怎么了 我比你爹岁数还大 就你这样子 还和我们这些老不死的 抢一碗西粥 你知羞不知羞啊 老大 再来一碗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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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吧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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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没了 没了 下次再来吧 后生 你来晚了 这都没了 等一下 给 我说小后生 您可别嫌弃这碗刷沟水了 它总比一碗清水强啊 多少能沾点骨铁 你不要 我不要 你不要 我不要 怎么样 好喝吗 龙小弟 劲儿少了点 对了 老大 你喝了没 我喝了 我在那边早就喝了 我可不像你 放不下身份 我跟那帮灾民一起抢的 有时候太君子啊 会挨饿的 知道吗 老大 我怎么听到你肚子在叫啊 我 没有 我这是撑的 我刚才吃特别多 给你吧 我不用 我平时吃得比你多 这肉都藏着呢 现在可点饿了 什么不用啊 拿着 咱们俩可是拜把子兄弟 说好的有父同享 有难同当呢 虽然这只是一碗粥 那也得一人一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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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边 嗯 嗯 嗯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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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想个发展 尽快回京城 我要是在这儿 多耽搁一天 百姓们就得 多受一天的苦 这里离京城千里之远 就算走一天 一天一百里 也得走十多天呢 要是能雇辆马车就好 雇马车啊 我问过行情了 从这儿到京城 雇辆马车 五辆银子 你有吗 我现在算是知道了 什么叫做 有钱男子汉 没钱汉子男 老大 要不然你把那 公子 少一点吧 我真的没有了 谢谢公子 谢谢公子 老大 你就让我把那个金镯子 给当了吧 等我回了京城以后 立马让人帮你赎回来 不行不行啊 我这个金镯子 是我一个兄弟送我的 我那个兄弟心思很重的 如果他知道 我把金镯子当了 他一定会很难过的 你自己想办法赚钱吗 别老打我金镯子的主意 行不行啊 好 我知道你是故意刁难我 我还就不信了 我挣不了这五两银子 这才是我的好龙小弟嘛 文武双全什么都坏 对不对 如果你想到什么办法 赚钱了吗 老大 你那耳环呢 这儿呢 你的金镯子不能大 耳环可以吧 耳环是可以啊 不过耳环不值什么钱 只能卖十几个铜板 十几个铜板就够了 走 不妥不妥啊 我认为你这个方法非常不妥 明明耳环换来的铜板 可以买两个烧饼吃 你非得买这些饼墨 纸燕干什么 我卖了字以后 你还吃烧饼啊 我给你买十只烤鸭 让你边坐着马车 边吃着烤鸭回京城 吹吧 吹吧 反正大气吹你又不上睡 老大 你别门缝里看人 把人看扁了 我自幼好学公书 不到十岁的时候啊 这朝中诸位大臣啊 对我的字那是争相收藏 民间更是疑字难求啊 如今我沦落在此啊 拿自己的字 换一点盘缠 不管是谁买了 那都会当成传家宝的 是啊 你最棒 你最厉害 你是皇上你说得算 爬下了 拿口来 爬下了 爬下了 你看看 我就说了吧 我刺儿有人喜欢 你看看 你这发钱了 发钱了 发钱了啊 发钱了啊 所有啊 看扣费 别吹都别吹 别吹都有 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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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吧 好 你的字在他们眼里 还没个铜板石柜呢 这幅字 笔画圆润柔美 清丽潇洒 颇有名代董奇昌的风范啊 在世道好的时候 应该能卖几两银子 你居然能从我的寺里边 看出董奇昌的风范 看来你的书法颇有研究啊 部门二位 在下萧凤生是一位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山西第一大才子 萧凤生是吧 惭愧 惭愧啊 你是否画过一幅 古道西风图啊 有啊 不过我当时送给了京城一位友人 听说此话 几经辗转到了皇上手里 皇上爱不释手 你还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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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见过此话 那 那倒没有 我有一个乡亲啊 他有一个远逢亲戚 在朝中做官 然后我听过这个事而已 哦 可是你为什么不卖字画 要在这儿乞讨为生呢 世道不堪 栽荒之念 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 哪还有什么闲钱 买我的老师字字画呢 我又不愿攀附那些达官显贵 也就只得乞讨度日了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怪不得先生能画出 连皇上都欣赏的大作来 这位兄台倒是萧某的知音哪 不过我也没有别的东西可赠 这没铜钱我就赠予兄台 好歹也能买碗薄粥 告辞了 龙小爹 现在总算知道了吧 大臣啊 觉得你的字值钱 并不是因为你的字写得有多好 而是因为你是皇上 天子莫保谁不想要啊 那些富商要是知道你是皇上的话 倾家荡产也会买你的字的 老大 你就别再挖呼我了 这趟微服私房 缺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得在宫里边 多得所有的书加起来 还要多 小谷不用中锤 那我就不多言了 哎呀 不过 我要开始准备去给你赚路费了 我都赚不到 你能行吗 我 李欢 江湖就是我的天下 知道吗 我 老大 你说的不会是这个地方吧 当然 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知道吗 走 哎 老大 是啊 噎 上面钉银啊 上面钉银啊 咱们钉银啊 咱们钉银啊 promoted 坉银下手啊 好 小心 前臣 来 邀请那么差还怎么了 来来来 接着过来 去去去 那 我说怎么没把这个书呢 原来倒有个小娇花子 说谁小娇花子呢 告诉你 我们小爷有的事钱 进原宝 真有钱啊 进镯子 谁呀 好 有种你跟本少爷们 好 赌就赌 好 来 谁啊 赢 赢了赢了赢了 我的我的我的 拿上 我们的 再来 再来 来 坏 赢了赢了赢了 来 咖 咖 开手 开 开 开手 开手 你手机开一下 老大 算了 见好就收我了 我正玩得兴起呢 老大 好好好 那个啊 最后一局了 好 小爷没时间了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了啊 最后一局 行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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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牙了 牙 牙 牙 对 这 谁牙上 谁牙上 一把给我翻回来 一把定输赢 对对 对 好 没事 你给我 一把定输赢 对啊 来来来 抱子 抱子 来啊 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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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来 这不是我吗 真是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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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我的 真是我的 你干吗 你干什么 那干什么 小爷的闪太没摇开呢 开啊 开啊 告诉我 开啊 你还能开什么呀 等着啊 来来来 随便来 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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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哼 快 开啊 开啊 看好了啊 开啊 怎么是十九点啊 这 抢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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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什么呀 抢什么 这仨骰子怎么可能要出十九点啊 你出老仙啊 不是 肯定出老仙 不说 我又没多一个骰子 这是小爷的本事 自己没本事还怪我 有你这样的吗 你出老仙 你不能出 你不能挂这个 你不出老仙 这人肯定出老仙 咱不能够走 这把不能挂 再来一把 官兵来抓土了 你这样就跑了 你这样就跑了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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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干什么呀 我知道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你这样就跑了 我都跑了 还不苹有 这就跑了 你这样就跑了 快快快快 把你拿过来看 可有多少 把你拿过来看看有多少 哇 发财了 老大 一共有几十两呢 这下好了 嗯 嗯 我们不仅顾马车的钱有了 吃饭的钱都有了 老大 你真行 那当然了 要不然怎么做的你老大呢 拿过来啊 这期钱都是我挣的 跟你没有关系 行行行 算我欠你的 回头我就还你 行吗 还我 我的利息可高了 你还得起吗 老大 你可不要趁火打劫啊 趁火打劫 全天下哪有你这个皇上厉害啊 大明内乱 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大明的整个江山 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 想过上几天安生日子 可你们呢 朝中权贵搞起了圈地 各地的官令 争相设置各种官卡 变相收取各种赋税 你们这才叫做 趁火打劫 一本万地的够当呢 你 我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我说的都是实话 龙小弟 老爷 其实这就是我要的利息 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 消除权贵特权 隔除击毙 整顿励志 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好 我答应你 这个利息 我一定还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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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账 没有 没有 错了 没有 吃吃好这口吃的 让开这儿 吃吃吃好这口吃的 吃吃好这口吃的 这口吃的 干啥 干啥啊 干啥啊 我这辈子就没吃过把王餐 咱们还是把没付的钱给人结了吧 别人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 龙小弟还挺好面子 老百姓就怕皇帝不要面子 随便天下骂声一片 民怨沸腾 皇帝却装农醉俩听不见 放心吧 我这次出宫啊 这心也算是真开窍了 走开 走开 两位 走开 来 两位 走开 来 两位 走开 来 请 来 请 来 请好了 掌柜的 这是上次欠你的饭钱 够吗 二位 你们客气了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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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没想过我们会回来啊 哪能啊 二位都是正人君子 肯定会回来 按照我的做派呢 就像你上次那么奚落我 就可以抵了这顿饭钱 不过呢 我小弟为人正直 非要拉我回来还你钱不可 是啊 是啊 二位爷 不是小的粗粗势力 小本生意都亏不起 怎么着 我再请二位 用一餐 算我对你们上次那个赔罪 你看如何 不必 可以可以可以 有酒有肉 老大 吃白不吃吗 不是 没事 人是铁饭是钢了 吃饱以后再上路啊 万一一会儿路上小麦好吃的 没有了呢 而且你看老板人 你多有诚意啊 就是嘛 赏个脸 二位赏个脸啊 小二 快 请二位延楼上 上雅座 好 这边 挑雅座啊 走 小心楼梯 慢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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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吃 吃 嗯 饿了两天 总算能饱餐一顿了 龙小弟 你现在终于知道了吧 为什么我这么贪吃 不吃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总挨饿 吃完上一顿 下一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了 我总想着 可着一顿饭使劲吃使劲吃 这样就不会挨饿了 我明白了 老大 你就放心吧 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 不关不让我挨饿 你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不挨饿 好 我努力 尽量做到 老大 我们现在是不是该过辆车回新了 可以啊 我们要把这些点心都带上 饿的时候可以吃啊 也是啊 这里的旱情虽然没有太原的严重 但是估计路上要买到吃的 也挺难的 来 再吃点 铁葡萄 就是他们 掌柜的 你真是干吗呀 上次的饭钱我们可结清了 这一顿是你刚才在底下 说你请我们的 不就一顿饭的事吗 那我们给你钱还不行 你报什么关啊 二位爷 这就不怨我了 你们这胆子也太大了 既然巡抚大人 已经全省通缉你们 还敢上我这酒楼来 想不到我身为大清皇帝 竟然被自己任命的官员通缉 惶惶入嗓架之泉 下一张 一句话 看看 你们解决的罪人 她也不贵的 你们却赵的罪人 为什么 咱俞于是 你到底要不贵的 吃完 但我知道你是谁 你做了二十多年的捕头 破获无数刑案 抓过无数道府 屡受朝廷的嘉奖 去年你因公制裁 没了左手 皇上特意恩赵 命宫中的能工巧匠 帮你打造了 这只可以伸缩的铁手 你怎么知道我这铁手 是皇上亲自下诏打造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 你是巡抚大人 下令通缉的药犯龙三 那你可知巡抚大人 为何是要通缉我们 当然知道 假冒钦差 伪造圣旨 勾结牛角寨的山匪 打结官粮官银 铁卫伯 你误会了 这通缉令上的案情 另有内情 我乃是真的钦差 是皇上下秘制 让我来山西宫干的 宫干 我铁某办案无数 不肯认罪的犯人见得多 但没见过 你这么负于顽抗的 你还在这儿满口庞吗 我告诉你 有什么话 好好随我回衙门搜 我铁某办案无数 不肯认罪的犯人见得多了 但没见过 你这么负于顽抗的犯人 负于顽抗的 巡抚衙门都已经定了罪 发海埔文书通缉你了 你还在这儿满口庞马 我告诉你 有什么话 好好随我回衙门搜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快走 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我们快走吧 你是谁 铁卫国 看在你平时清连勤勉的份上 今天我饶你不死 不过 你还是先在床上躺一个月吧 包子咧 没有出龙的包子 上下请 上下请 没有没有 闪开 刚出龙的包子 龙小弟 我有那么重吗 你怎么跟打醉拳似的 歪歪倒倒的 老大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背人 我能背着你一口气 抱住火银血 就已经不错了 糟了 钱 我把钱全都拿在酒楼里了 老大 先别想钱的事了 保命要解呀 龙小弟 要不然你把我放下来吧 你可是金枝玉叶 别到时候 把你的龙胳膊龙腿 给你压坏了 不是啊 铁骨头的铁手 是我亲自建造的 我知道它有多厉害 你一定是母亲 好 咱们 咱们 咱们得赶紧找一个地方 让我给你包扎一下 前面好像有一个茅草屋 进里面休息一下吧 好好 我要真的是快走不动了 你 龙小弟 长这么大 还没这么累过吧 那是 你怎么留那么多血啊 你 你让我看 大惊小怪的 没见过世面吧 没事 你先出去我自己看一下 你别闹 我出去 你想占我便宜是不是 不是 告诉你不许占我便宜啊 去去去 赶紧去 出去 真的啊 真的 快点走啊 走 走走走走走 快点啊 快去快去快去 不是 你 你确定你自己能行啊 我确定 去 去 我先去 然后 πάει 自己承担 乖 去 へ 走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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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老大 你自己可以吗 你怎么不说话呀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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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叶师弟 你不是跟着樊师妹一起 随着吴应骑进京了吗 吴应骑着几日 游山玩水 一直拖延进京的时间 几日前 我和樊师姐发现 这次伏击 打得并不顺利 那龙大人的手下武功 个个都不弱 前去搬救兵的人当中 我们杀了三个 好了两个 二公子 为之办事不力 运受责罚 罢了 你已经尽力了 继续暗中追查龙大人的下落 想办法把龙大人的行踪 透露给刘德昭 可是刘德昭也有把柄在龙大人手上 就算他真的抓住了龙大人 也未必敢杀了他 卑职担心他们二人 化敌为有暗中达成交易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不是太不利了 所以你更要掌握好实际 杀了龙三之后马上撤离 让刘德昭的手下晚到一步 替咱们把书剑之死 和龙三之死这两口黑锅 都给背了 背之明白了 背之这就去办 师姐 这回你看到了吗 无应期根本就不像我们接触的那么简单 它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尔雅 实际上就这么很多 不 我不相信 也许 他只是听命于吴三桂的安排 不得已而为之 好 就算是奉命行事 那你现在也应该可以看出来了吧 他那么有心机 根本就不像我们平时接触的那么简单 也许 他跟我们一样 我们不也听从于师父的安排 去算计他吗 凡师姐 我能感觉到你的无应期很有好感 我不想打击你 相反 在师父的面前 我还会替你打掩护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你千万 我信你有点 好 那不多说了 吴三桂已经派人去追杀康熙了 大师兄他们还蒙在鼓里 我现在必须连夜赶去给他们报信 你去吧 吴应期这边 我就说你在山西有个旧友 去探望他 与我们在京城会合 好 那就这样 所以我就连夜赶去太原叔府 想跟你们报信 不料铺了个空 我就一路找到这里来了 叶师弟辛苦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 在追杀我的人当中 有吴三桂派出来的杀手 你赶紧回去吧 别让吴应期起义 你不用担心 吴应期现在对凡世杰很是信任 我还是留下来 同你和雪世杰 一起寻找康熙和易欢吧 叶师弟 是不放心小师妹吗 是啊 我是不放心小师妹 你和雪世杰武艺高奖 不论是刘德昭派来的官兵 还是吴三桂派出的杀手 都奈何不了你们 可小师妹呢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小师妹不会有事 是吗 我今天 在华阴县的大街上 碰到了山西第一名簿 铁卫国 你的意思是 换妹遇到了铁卫国 若是其他捕困 换妹可以勉强应付 但如果是铁卫国 换妹不是她的对手 打起来了吗 我当时看铁卫国 带着几个捕块形色匆匆 又想起城门旁 新铁抽的钟拿你和龙三的告示 就留了个心眼按钟为随 没想到 他们真的是去捉拿康熙和小师妹的 康熙和小师妹在酒楼里被人认出来了 那掌柜的暗中报了官 换妹实在是没有经验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 去酒楼这种公开的地方 大师兄倒是经验丰富 为什么还是没有包小师妹周全 今天若不是我及时赶到 他们就 可小师妹还是受伤了 伤得重磅 你说呢 他被铁卫国的铁手抓伤了锁骨 肯定什么不轻 等我解决了铁卫国他们 追出酒楼 小师妹跟康熙已经不知去向了 青城也受伤了 无法行走 我将他安顿在城外土地庙里 这样吧 你还是先照顾雪师姐吧 我会尽快找到小师妹的 你放心 小师妹现在和康熙在一起 就算我找到了他们 我也不便现身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让你和雪师姐敢去与他们会合 有你在他身边 我放心 暂时只能这样了 多谢你 叶师弟 多加小心 老大 你醒来 你伤口怎么样了 我好不容易才给你包扎好 你千万别乱动啊 我这伤口是你包扎的 对啊 不是 这个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包扎伤口 要是包扎得不好 你千万别笑我 你怎么能趁我昏迷的时候 占我便宜呢 我怎么占你便宜了 那你的伤口流血不止了 我怎么能看着不管呢 我发誓 我绝对没有趁机占你便宜 只不过你皮肤又滑又软 摸起来确实挺舒服的 住口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抱着我睡觉 我冤枉啊 你这流血不止 舍脚又冰又冷的 我也不会生火 我只能抱着你睡觉啊 你怎么那么多借口啊 我现在好了 我现在好了 你赶紧下去吧 我都说让你 老大 老大 你没事吧 老大 龙小弟 我怎么感觉我这脑袋这么晕啊 老大你头好烫啊 这样来 你先躺下 我 烫好了 好冷啊 把衣服盖好 把衣服盖好你就不冷了 不冷了 龙小弟 我想喝水 水 水啊 水 水 你等着 我就给你找水去啊 走 走 走 慢点儿 还好不好 好 好 我好冷哦 冷了 来 你先躺下来 来 来 躺下 好冷啊 这样 我出去给你拾一些柴火回来 给你生火去闹好不好 那你好好躺着 别乱动 好冷啊 容小爹 折腾了这么半天 我怎么还没生上啊 我 我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笨小弟啊 你柴火放太多了 分开点 要不然里面空气不流通 火是生不着的 这可是我第一次把火给生起来了 不容易啊 你这个就叫做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我 我怎么就五谷不分了 你 你 你看看这儿什么 我顺道拿了两个地瓜 我现在就烤给你吃 顺道拿的 我看你是偷的吧 我会把钱补给主人的 前几日我拿了人家一只鸡 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 不告而取 就是偷 行了 说话伤元气 你伤得那么重 别毒舌了 你搓上面的泥干什么呀 那个泥不用搓啊 连皮带泥放在火边 慢慢地喂就可以了 不是 那不把泥搓掉怎么吃啊 我发现了 我这个龙小弟啊 不仅江湖经验差 生活常识也没有 这个泥烤干了以后 一掰就掉了 里面的地瓜是干净的 如果这个地瓜 外面没有一点泥一起烤的话 里面就糊了 反正老大你江湖经验足就行了 小弟我又学到本事了 你怎么扔火里了 快 快 你小心点 别烫坏了你的龙爪 好烫 慢点 这烤糊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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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还生着呢 那我再去给你烤烤 不用啊 我没有你那么挑剔 我 再等你学会烤地瓜 估计老大我就变成干尸了 好吧 好吃吗 嗯 好吃 我以前的功语啊 都没吃过烤地瓜 没晓得地瓜这么好吃 嗯 就我以前吃那些 烤鹿肉烤熊肉什么的 都没吃烤地瓜好吃 嗯 你看你现在这富郎吞虎咽的样子 以后还敢不敢说我吃相不好啊 我告诉你 我这么落魄的时候 只要你一个人见过 你一定要守口如瓶 要不然的话 我就灭你的口 守口如瓶可以啊 嗯 但是 我要封口费 好 好 龙小爹 把我这个也吃了吧 不是 那你怎么办啊 吃不下了 我好累啊 我 再睡一会儿 那 喝 那 来 你先等一 先等一下 往上等点 来 李兄 放酒吧 老夫 放心 来 来 来 大姐 来我生病吗 不用 来 家家好处啊 大 接上去 那这个 不错吧 这瓶里的外敷 草药啊 口服 谢谢掌柜的 哎 钱呢 掌柜姐 我今儿出门的时候 忘了带钱 你能不能让我先设一下账 改让我连本带利一起还你 去去去 没钱买什么药啊 掌柜姐 你醒醒好 我妹妹她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了 我这开的呀 是药铺 又不是慈善堂 再说了 这救济百姓啊 乃是皇上和官府的事 又不是我这个生意人能做的 你要怨 就怨皇上和官府吧 别怨我 你 你 你 站住 过来 你 站住 我拿着你 好好好 站住 这怎么办 快走啊 你过来 走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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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